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妹 又到了一年吃一次花花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摘一点火锦炒鸡蛋吃 这不仅炒着吃好吃 就让生吃也非常甜 嗯 现场 哎呀不错 哇好多啊 特别的新鲜 刚开的 有的花宝还没有绽放 但不影响我们吃 一个大蜜蜂在采蜜 我们得小心一点 给我追成大胖子就完了 哎呀离他远一点 你看一会儿功夫就粘了这么多 哎呀差不多了 够紧练去了想吃再来吃 哎呦嘿 哎呦 吃过来 再去这 你你捡花花的啊 嗯晚上我们准备做一个花花炒鸡蛋 再整一个炸家面吃个管 管管管 弄回家弄了哈 弄去吧 嗯 我们来和个面 打两个鸡蛋 再来点湿盐 增加面的筋性 加水搅拌均匀 手擀面 这个面 一定要硬一些 锻炼我们毕丽的时候到了 哎呀 嗯 实际 做炸酱面的关键就是这个酱 我们一定要调好了 再来一些甜面酱 再加一大勺的花雕酒 一大勺的生抽 再加入干黄酱 和这个清水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炒炒炸酱 放入这个八角和花精 香味炒出来以后 把它捞出来 把这个腊肉再煸香 加入一把小葱花炒香 加入我们调好的酱汁 再加入两勺的白糖 出锅之前再撒一把葱花 哇 完美出锅 炸酱我们已经熬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擀面了 像这个擀面饼 一定要边擀边捲 边擀面 防止粘连 这个面好吃是好吃 就是擀起来太费劲 哎呀 哎呀 多冒犯了 擀成这么大的大面饼 给它卷起来 改刀切条 哇 完美 你看看 精不精到 就完事了 你看看 再弄一个环花炒鸡蛋就行了 给大家露一手 好久没露 完美 你看看 现在 哇 太完美了 最开以后下入我们的面条 开饭了 哇 都是一整根一整根的 我先把这个炸酱给它调好 给它拌一拌 你看这个面 拌过酱以后上去了吧 早配菜一点这就管吃了 好了 快来吃吧 没有 就等你了 OK了 来快尝尝我的这个炸酱棉 哇 就这个 嗯 哇 就这个味 这个面就刮劲道了 又咬劲 难给它吃东 能吃东 夹牙不要拽脚子了 哈哈哈哈 不用拽 北京的炸酱面就这样 嗯 好 没上北京也吃到了 哈哈 哈哈 这炸酱好吃的 香香味失足 有一点点微微辣刚刚好 配上我这个筋道的这个面条 你看看 这个两岁筋道 嗯 你哪里觉得我都中锅 怎么还中呢 你中纸杰的 我再去青鞋的 好吃 青鞋长大 好吃 哇 让我今天又有可福 这家都有筋法 你看这家全部都是辣肉 哇 哇 太香了 哎呀 我们拿这也好香 那里都是油 知道吗 嗯啊 你这也是的 油太多了 没有 还僵的 哎呀 你浪子在那里面挺得你的胃口的 嗯 你咋浪子吃 好吃 我也快吃了 没吃过吃完吃了一回 好 下次我再煮给你吃 吃香也不能浪费 大家给它装在品质里面 下次再吃哈 嗯 大家一定要期待按时吃饭 希望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